今天超商开放民众可以领取五倍券 而邮局也将在下个星期二开放领取 不过这几天就有民众发现说 在邮局的预约网页上输入了 已经过世的父亲的身份证字号 竟然也预约成功 民众还说他的父亲已经过世四年 系统不可能没有更新 不过对此中华邮政回应 预约系统比较简易 只做分流规划 预约成功的民众 后续会再收到领券的简讯 等到真正零贵领取的时候 还需要再出示身份证或者是健保卡 审核过关之后 才能够真正的领取五倍券 拉开红楼贴上告示预演排队的动线 邮局发放五倍券倒数 民众先上网预约 不过却有人发现 怎么输入自己过世亲人的身份证字号 也可以预约成功呢 应该是他没有连接到一些 政府机关的连线吧 因为刚开始好像都会蛮乱的 应该可能是政府那边的属实之类的 能领就领啊 不能领就算了 有人质疑这位网友的父亲 如果是最近才过世 可能是资料没更新 不过这名网友po出相关证明书 强调父亲已经过世四年 其他人看了留言说 只是要发五倍名指吗 还有人突破盲点说 邮局预约系统很简单 想怎么约都可以 时间的预约而已 所以它的功能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不用经过那么严格的过滤 但是领券就不一样了 领券的时候就要核对他真实的身份 强调预约成功 不代表就可以领到五倍券 接下来还要经过层层审核 关卡一得通过关帽系统检核 才会发送领券的通知简讯 关卡二到零柜领券时 必须拿有效的身份证或健保卡 再次审核身份 都没问题后才能领到五倍券 除了网生者的亲友帮忙预约登记 无法领券外已经绑定数位 或是在超商预约的民众 就算在邮局的系统上预约成功 也没办法在邮局领券 相关细节提醒民众特别留意 记者三许兄明特报道